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你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你深入婆媳打开视野 在YouTube收看的朋友 请帮忙按赞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岁幕年中 最近各大金控公司都在举办 2021的投资说明会 我们今天也来个特辑 要以财经的角度出发 解析地缘政治 中美两强竞争 可以确定的是 中美中澳的贸易战 到了2021依旧不会停 而疫苗会施打 生产力会恢复 2021的总体经济 他的展望如何 有哪些观察的指标 为您介绍今天要请到的三位来宾 首先是资深外交官 建文吉大使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来是曾经在很多家 金控公司担任过高阶主管 现在是转入学界 是英大学金融系的教授 梁彦平 梁老师 大家好 台湾金融研训院精英讲座 吕仲达教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就来看 马上白宫要换人了 那中美贸易战该怎么谈下去 这一位中美贸易战的关键人物 莱特海泽 莱特希泽 他基本上要跟川普一块 说拜拜了 那谁来接任呢 后面这个大电视大家看到 这一位算是 父母亲是台湾人 所以在美国他算是华裔 Catherine 戴琪 我们介绍一下 他是名校出身的 耶鲁跟哈佛 他也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担任过顾问 另外一个重要他的历练就是在众议院的 穗计委员会的首席顾问 这一点大家请教一下大使 不过在整个美国 媒体圈对他的评价是蛮高的 CNN说他是第一位有色热 人种的女性 美国的贸易代表 那华盛顿Post呢 说他是贸易知识的活字典 媒体界评价不错 在劳工圈 在企业界 据说都很吃得开 那他也曾经在WTO负责过中美诉讼的争端 所以请教一下 大使你也曾经在WTO 跟他有任何的时间重叠过吗 没有 因为我WTO那时候我是在日内瓦 如果在美国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我们要推动跟美国签FTA 那时候我们跟这个尤其国会 还有行政部门接触蛮多的 那美国的贸易是这样 其实在理论上讲 美国的贸易权是属于国会的 所以国会在美国的贸易政策 在贸易的这种实践上 扮演极为重要角色 所以他担任这一个 税计委员会的首席顾问 这就重要了 他可以说是美国 整个对外贸易政策 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虽然这个USCR USCR是后来才设立了一个 这个专门负责贸易谈判的 一个组织 组织编制有不大 传统上这个美国国会 尤其是众院的这个税计委员会 在美国的对外国际贸易上 扮演举足亲动的角色 所以从他的资历来看来讲话 他绝对是一个专业中的专业 而且是极有实物经验的 一个灵魂性的角色 专业技术幕僚 他有曾经说过说 他对于接下来美国 对于中国大陆 态度需要更强而有力的策略性 你怎么去解读这样的一个人事安排 去看拜登当家之后的 美中接下来谈判 对我觉得他的挑战蛮大的 尤其在跟大陆的这个贸易谈判 挑战蛮大的 因为川普的做法 基本上他是把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国际贸易法 WTO所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 多边贸易这个法规 完全自制一边 所以当时的第一阶段的 这个美中的贸易协定签了以后 尤其欧盟还有很多主要的贸易国家 都对这份协议存质疑 因为它中间有一个很大的 有一个缺陷就是说 这变成美国跟大陆之间的 一个私相授受 那不管是大陆给美国的 大部分是大陆给美国的一些 特殊的一些贸易上的待遇 那这都违反了WTO这个法规 整个国际贸易法的法规里面 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不歧视原则 也就是说在贸易法规上 一个不歧视原则 你给了这个会员国一个条件化 所有的其他会员国 都要所谓的最惠国待遇 都要普遍的享用 可是这里面大陆对美国 做了很多贸易上的让步 都只有美国可以享用 所以这一份贸易协定 事实上在国际社会 我们放到一个大的 这个国际社会的环境 多边环境也好 它是很多社会 很多问题的 你说的中美第一阶段 达成的贸易协定 你基本上是违反了 WTO多边的精神跟原则吗 基本上是完全违反的 而这一位 这Catherine 戴琪 她因为在国会担任 税记委员会的顾问 当时民主党也没有 就是她算是民主党的首席顾问吗 事实上 当民主党在川普跟这个世界各国打贸易战的时候 整个众院是在民主党的控制下 那他又是税记委员会里面 这个民主党的首席顾问 那他当然都对这一些川普的政策 他都没有站在一个反对的角度 如果他反对的话 事实上很多川普的贸易政策推动 是有很大的问题 当然这跟美国在过去一段时间 就是说跟对中国大陆 恶阻中国大陆的发展 大陆发展是有共识的一个情况下 那他必然的做法 不过他自己掌政以后 他面临一个挑战 第一个我觉得WTO 这个所谓的国际贸易法的原则 对他挑战是还其次 另外就是美国国内的挑战 也就是说美国国内在川普 这个尤其对中国大陆 这个实行贸易制裁 最主要的武器其实就是关税 它对美国大 大概有70%还是80%的 中国的大陆的进口 到美国后几乎刻了25%的关税 那这个关税 当然一定是移转到美国的消费者 这个税的支付一定是 照贸易理论是美国的消费者 可是另外有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美国的进口商 还有进口这个中间产品的 美国这些制造商 它的成本就增加了25% 所以造成他们在这个产业上 自己的这个生意的因应上 很大的损失 所以他们都只是在川普政府 这样子雷厉风行 川普这个钻断独裁的这种作风下 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可是这些受到损伤的美国的厂商 那么都在提出告诉 我知道大概有3000件诉讼 那么这些都是将来 我觉得就是 他商人之后的挑战 Catherine Dye她要继续要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问题 就变成他还要考虑 因为民主党的政策要考虑到劳工 那如果说美国的 对中国大陆贸易的制裁 回过头来 并没有增加毛工的利益的话 也就是拜登 他在竞选的时候讲说 川普的做法是错的 事实上并没有办法 真正击败大陆的这个贸易的 这个经济的力量 反而照顾美国自己本身的损失 也就是这一点 好 就总归来讲 Catherine在川普当家 推这么多贸易战的时候 他在国会里面担任如此重要的 继续委员会的首席顾问 是民主党的 而且是掌握多数的 他也没有完全的拦阻跟反对 某种程度来讲 也是indorse做点的背书 所以他自己担任这个位置之后 要回到拜登走入WTO多边 这个谈过程就违反了 一开始我们刚刚提到的 是WTO的一个精神 因为你只好双边对谈而已 对不对 那还有来自于 美国自己国内的 retail的一些压力 所以是他面临到的一个状况 不过可能他一开始 还是承袭很多川普 已经打的关税 他不会立刻停掉 这些外界的观察 这个拜登他也讲了 他不会翻转 是 不过外界有个分析 因为戴琪他可能跟 之前我们看到这一位 来着海泽比较起来的话 他相对来讲没有那个 拍板地下我说了算 这样的一个能力 请教一下吕教授 因为美国的媒体是分析 他在美国政坛上的一个能量 他可能未来做那些决策的时候 还是必须要像国务卿布林肯 或者是国安国家苏立文 做的一个集体的一个共识 所以你来看 戴琪跟刘鹤去谈的话 观战重点会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回到整个大的框架 因为我认为忠实Cathleen这边 他过去是有经验 但是整体而言 在布林肯就是这个后任的国务卿来讲 他因为是长期资深民务党的这个 政治的政策人士 也是深得拜登信赖 所以我比较会从这个布林肯这边的一些 大的国际关系的路线来做定调 那我认为Cathleen会在这个框架底下 去执行跟刘鹤中间的对谈 那我这样看了一下 布林肯大概有几个针对中国大陆竞争 他的策略 第一个就是说 他认为要加大对他美国自身的投资 那拜登政府要在基础建设 在教育医疗 还有劳工的这个竞争力上 来提升他的投资 那第二个就是 他定调川普政府在过去这四年 对中国大陆的应对政策是错误的 因为他是自己美国去对抗 他没有联合盟友 而是疏远盟友 所以看得出来在两任政府最大差别会在于 拜登这些人会走国际联盟的路线 就联合欧亚这些所谓的印太同盟 来对抗中共 第三个就是 他认为美国应该重回价值观的外交 主张美国要在民主制度跟人权上面 要重新有所作为 第四个 他觉得美国应该在气候变迁 疫情跟共卫生等防止核扩散 这议题跟中国采取合作 所以看得到在整个大的架构而言 他是用国际联盟来面对中共 可是在某些特定的议题上 他还是寻求是一个 跟中共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所以我认为拜登政府在面对 大陆的关系 他是一个现实型的一个美中关系 就围绕在美国关键的利益出发 进行更灵活的外交政策 那围绕这个目标来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